最近我看到有粉丝说想要我出一期开缸的视频 正好我手里现在有一个空鱼缸 那我就拍一期视频给大家看看 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 首先呢我们需要准备一个空鱼缸 我的这个鱼缸是一个30厘米乘30厘米的小鱼缸 比较适合放到桌子上 然后就是过滤了 我的这个过滤呢是一个壁挂式的小绿筒 这个绿筒包括这个鱼缸还有灯啊 这些所有的设备都已经用了好几年了 所以说大家看起来可能会旧旧的 这个绿筒里面的绿材是这样放的哈 第一层是这种过滤棉 然后中间就是这个石英球 买这个绿筒的时候 它本来是自带这个石英球的哈 但是没有这么多 可能也就是大半筒 后来我又自己买了一些把它给填满了 然后就是水草灯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那种灯管式的水草灯 用来养绿色的水草 我觉得是绰绰有余了 搭配水草灯呢 你可以加一个这种定时器 也就是说设定一个时间之后 它每天会自动的开灯关灯 你就不用再自己操心开灯关灯这件事了 最后呢就是水草泥 这些泥是我几年前用剩下的 这次正好可以把它们用上 因为这次的视频是针对新手朋友来说嘛 所以我也就没有给大家推荐二氧化碳 养一些简单的绿草 说实话用不着二氧化碳 OK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进入实战 第一步我们需要把水草泥倒到鱼缸里 倒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用手整理一下水草泥 把它调整成你自己喜欢的样子 我个人比较喜欢把它们弄成这种前低后高的样子 这样在后面种起水草的时候会比较方便 而且从前面看 视觉上不会显得水草泥太厚 接下来我们把过滤桶装到鱼缸上 然后开始往鱼缸里加水 在加水之前呢 我们可以找一个这种硬一些的塑料板 把它盖在水草泥上 这样加水的时候就不至于把水草泥给冲散了 在这儿我要提醒大家一下啊 不管做什么事一定要认真 不然就会像我现在撒了一桌子 加满水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塑料片给拿出来了 但是大家注意啊 不要像我现在这样把水加的这么满 因为你等会儿栽水草的时候 可能会把水溢出来 我就又把水给咬了些出来 鉴于这个小竹节草长得这么茂盛 而且它不需要二氧化碳嘛 所以呢我们就剪一些 把它栽到刚刚开的那个小缸里 栽种水草的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用镊子加住这个水草的根部 然后把它种到水草泥里就OK了 没有根无所谓的啊 它自己会再生根的 我把它们种成了一层 然后又找了几块石头做一下装饰 反正就是自己怎么看着顺眼怎么来就行 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跟大家分享 造景相关的这些经验 原因非常简单 就是我也不会 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用刮枣刀 把前面这些被水流吹起来的水草泥抚平 然后就可以把灯装上 打开灯看一看哪里是不是还需要调整 这样看起来我觉得还是稍微显得有一些空啊 所以我们就把新买的水莲和泽藻加上 这样是不是好多了 大家要注意啊 这个水草是泽藻 不是小水兰 它比小水兰要难养一些 但是因为我实在是受不了小水兰的那个野蛮生长 所以就用它替换了 你们看 它看起来像是丛生的 但其实是有镜的哈 只不过是镜比较短而已 如果新手宝宝只是追求好养 那我觉得还是小水兰更适合你 刚开的缸可能水质有些浑浊 不过不用担心 等到过几天之后 消化系统逐渐建立了 这个时候水就会越来越清澈了 这个小缸里的鱼我选的是蓝曼龙 因为这种鱼它对不良水体的耐受能力更强 而且也不挑食 相对来说可能更加适合新手 所以说嘛 既然要适合新手 那么就贯彻到底了 诶 这句话怎么这么耳熟啊 现在呢 这个小缸已经过滤了两天时间了 水是不是清澈了很多呀 我觉得这样看 甚至还有一种空山新雨后的感觉 反正造景嘛 只要是自己看着顺眼 自己喜欢也就够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 这里是早兴记 希望你能关注我 小红书